近日,吴振宇怒斥湖南卫视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设计器中的曹哥一家也连日来在网络上发声 澄清费慢的伤与自己的孩子无关 但由于曹哥的发微博风势太过特别 导致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 曹哥一连发了数条微博 从为什么我会这样,是傻是罪,是难过是受不了 到好人吴大哥你当,坏人小气没度量我当 是这个剧本吗,来 最后到我和吴大哥跟你们开了个玩笑 一切都解决了 从替孩子澄清,到要求湖南卫视 吴振宇和自己坐下,和律师当面谈谈 最后到大家恩怨两清 剧情一波三折,好似自己演了一出独角戏 引得众网友叹为观止 网友纷纷开启吐槽模式,劝曹哥该吃药了 随后在曹哥众多的评论下 发现了王思聪的评论 一句情商感人,疑似暗讽曹哥的炒作手段恶劣 优酷娱乐整理报道